華裔創業家頒獎勵陳愛樂定 奪得今屆最佳企業家大獎的 是在海明頓市開業超過30年的 一間工程顧問公司創辦人吳祖 總部設計多倫多爾西海明頓市的 JNE工程顧問公司創辦人吳祖 接近半世紀以前 由香港到本郭留學 修讀工程系 1980年創立公司 最初由工程設計 都提供整個工程項目管理 採舊、監管 公司現時已經有接近400名工程師 技術員和設計師 吳祖表示作為一個華人 要在白人傳統領導的建築領域 占一席位 當中經歷不少困難 他們的憂鬱感情況之下 以為我們一定要顧問他 我們的表現一定要比他們好 我們的設計肯定要比老外開的公司 我們比他便宜、比他好 我們才有這個機會 JNE工程顧問公司在開業沒多久 就看重中國市場 除了在國內設廠 還幫助中國國有企業 在海外承包項目 不早分享創業心得 就是隨時掌握市場密博 調整經營策略 因為我們的技術 很容易就被人家拿走 你明白嗎 所以我們要把這邊的 因為你拿走之後 不光是在中國我們調了一個市場 因為我們現在都不做 調了就調了吧 但是很多時候 他把我們的產品 按照我們的 Coffee之後再反賣回來 那我們在這邊的市場都掉了 不早在幾年前 已經陸續退下火線 將公司運作交給兩個兒子 他期望年輕一代的新思維 為公司帶來新的發展導向 而且說現在所有都有規矩 而且他也每三個月 都有一個整個公司的報告 給全體員工 而且每個月每個禮拜 都有會議跟部門主管開會 過往我一天到晚都不在 都是在外頭 天天就跑生意 以前我就是銷售部 我的Marketing跟Sales Department 就是我一個人 頂著人家都憑我的名字 就給我公 他兒子說你現在不能夠 我自己都不去了 憑著堅持、耐力、穩步發展 為吳祖和兩個兒子 共同贏得今屆 加拿大結出華裔最佳企業家大獎 家大獎 家大獎 信家大獎 天天天啊 感谢观看